你们就要找你 关正维 我打了你啊 我道歉 你想报警 让派出所来抓我 你赶紧去 你能不能 不要死气杯咧的 闹得是鸡飞口吊的 在我们家门口 你说让我们 给你一条生路 其实你应该 给我们家贝贝 一条生路才对 你明白吗 你打得好 打得对 我态度不好 我就该去喊一份教训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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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其实我们 早就不对你抱任何希望 这机会给你了一次 两次 三次 我总不能给你一辈子吧 我 爸 我求你了 你再给我最后一次 你忘了咱俩当初多好了吗 爸 你说你最喜欢我来着 是 我是喜欢过你 我都喜欢大发了 大发的我都倾家荡产了我 俊梅 俊梅 你说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 那贝贝骨子里是个倔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是 我知道 别说什么做了 你先回去吧 冷静冷静 妈 我怕我冷了 就彻底凉了 你先回去 贝贝那边 我再帮你劝劝 行 我听你们的 谢谢爸 回去 谢谢爸 那你们得多帮我多劝劝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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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谢谢 人走了 出来吧 好 贝贝 当初妈妈呢 不同意你跟湛蕾在一起 你非要跟着她 现在咱们这一大家子 住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有感情了 妈妈也挺喜欢她 你又要跟她离婚 你可记着啊 你们俩是领了证的 你这一折腾 转眼之间就变成二婚了 你不闹心啊 我不怕二婚 我就怕继续跟她在一起 我还是看不到一点希望 其实我倒是觉得 郑雷这孩子 虽然办事不太靠谱 可是对咱们家 那是全心全意 这么长时间接触下来 像亲儿子一样贴心 对我 对你爸 那是千一百顺 毕恭毕敬 说白了 是因为心里有你 所以才有我们 我跟你说啊 以后这么贴心的女婿 我可不好找了 你要不要 再考察她一段时间 你看看你 干吗呀 这离婚待遇的 好吧 好吧 傻丫头 一打心眼里 就没想跟她离 对不对 还嘴硬 伯伯 我跟你爸呢 就你一个女儿 什么都听你的 你要是真想好了 继续跟她过 你爸呢 我来搞定 记住啊 无论你做什么选择 妈妈都会支持你 好啦 再哭就不美啦 好啦 第一篇以前家 第一篇以前家 多云姐 从今的文章 达到一千家阅读量 老板龙眼大悦 谢谢丽娜 嗯 我们推广不建议 如果在你的文章里 放一些实景拍摄的照片 图文并茂 效果会更好 公司可以推荐一些 模特资源给你 但是拍摄的费用 我一定要自己承担 我一定要自己承担 好 我 喂 老大 那个你房子已经挂上去了 应该很快就会有房客联系了 好 好 你车要换嘛 我看二手市场的行就还不错 卖 肯定卖了 这块也没法停车 再说我现在也养不起车了 行 那你要见个户的话 就先看我那台吧 行 谢谢我 老大 男兄男弟啊 都活在一个女人手里了 这样等房租到账 我就直接专跟晨晨学校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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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叔叔 刘阿姨 我给雨晴看好一套房 准备买下来当婚房 好 那天同一个小区呢 我们又看中一套 特别适合念二老养老的房子 所以我们俩也想买下来 给你们养老用 没有 没有 这 这哪儿成啊 我跟你妈都商量好了 我们就用退休金 在外边租房啊 是 关叔叔 刘阿姨 我们俩都商量好了 只有把你们的生活安排好 我们俩才能安心 不 你们不用惦记我们 把你们自个儿的日子 过好了就行了 好 爸 你记住了 养儿不防老 养女儿才防老呢 这事就这么定啊 听见没 好 对对对 那个 这个你例外 来 来 来 对对对 幸福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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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在天底屋 那里面 那里面 这就是 大陆 旁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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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